Hello,大家好,我是Yal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影片是周日Q&A 然后今天来信的朋友是阿宝 他问说 Yale,你好,一直以来都有在看你的影片 谢谢你的影片改变我对金钱和财务的观念 我是一个设计自由工作者 出社会两年左右,一直都还过得去 只是在去年年尾开始,本地市场不景气 我接不到案子 手上在谈着几个案子的收费都还不确定 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会进来 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办法跟家里借钱度过难关 家人甚至不知道我在外生活的状况 因为我习惯报喜不报忧 目前只有两个月的紧急预备金放在定存里 虽然表面上不慌,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 但心里却是蛮焦虑的 恐怕熬不到案子的钱进涨 再来说说我一直以来的理财方式 好,让你更加了解我的状况 每一笔钱进来我都会分成三份 50%是生活费 30%是储蓄 还有投资金 20%是公司资金 基本上是依据六个冠私理财法 只是我会分成三大份 六小份 但最近接不得案子 这些资金都处在不健康水平 不知道你会不会在白忙之中看到这封Email 无论如何先谢谢你 首先谢谢你的来信 其实你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因为你有规划自己的收入 其实算是蛮厉害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是月光族 所以你有在理财 是已经比很多人都好很多了 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也不要太担心 当然阿宝你不用担心 我接下来会跟你分享几个方法 我知道当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慌张 然后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呼吸 或是觉得世界末日了 但是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当你慌张的时候 有时候会感到没有办法呼吸 这个时候我要你闭上眼睛 然后深呼吸 当你闭上眼睛深呼吸的时候 我要你数着你可以感恩的事情 因为这个呼吸跟感恩的练习 可以让你知道 其实你所有遇到的事没有那么严重 冷静下来就可以想到处理的方式了 好那现在我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个方法是 降低自己的生活费 当自由业者的一个坏处是 我们不知道呢 我们下个月会赚多少钱啊 明年赚多少钱 有可能会很多 有可能会很少 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地方 就像呢是传统的工作者好了 他们呢明确的知道每个月的薪资是多少嘛 但是呢当自由业者呢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 有些时候呢我们赚到很多的钱 所以呢我们以为是以后呢 都会赚到这样子的钱 所以就多花了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 下个月会是怎么样 我们只是在猜测未来而已 所以呢当自由业者呢 要先位与筹谋 在理财的路上呢 不管是自由业者还是传统工作者 大家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 当你的收入提高之后呢 你的消费也跟着提高 如果呢你的消费随着你的收入越高 变得越多之后呢 你理财的速度呢也就变得比较慢了 自由业的朋友呢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的一件事是 不要急着吃眼前的棉花糖 当你得到高收入之后 不要立即就提升你的生活品质跟消费 我们呢要延迟享乐的时间 先为未来准备 因为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自己的收入会是怎么样 所以呢我们要多做出心思 来为这一方面做准备 你要想哦 身为自由业者 你已经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你比传统工作者 自由很多 就是呢你想要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工作 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 你不需要被一个办公室困住 也不需要被朝九晚五的时间控制住 所以呢你已经有比别人一个好处呢 就是自由 所以呢你就先享受你这个自由 那个钱呢那个生活品质呢 以后我们再来享受 目前呢就先来忍受一下 第二点是主动去寻找案子 不要期待姻缘 其实这个方法呢不是只适用在自由业而已 如果你的工作呢需要不断的寻找新客户 例如说是新创公司啊或是业务等等呢 你都可以运用这个方法去给自己找客户 我的建议是呢不要把寻找客户这件事情 当作是被动的事而是主动的去做 传统的产业就是呢我开了一家店 然后客人经过呢就会进来 但是现在呢是不一样了 有可能你开了一家店呢 你只有在那边摆着一个多月两个多月 都没有人进一家店 所以呢寻找客户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呢 是要非常主动才可以做得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呢有很多公司 开始运用脸书广告啊 YouTube广告跟IG广告 来帮自己找客户 因为客户呢不会像以前这样 你开了一家店他就会自动进来了 我刚开始做业务的时候呢 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 就是每天联系十个潜在新客户 这个数字呢其实也是很笼统的 你要看你的产业是怎么样子 例如说你那个公司的产品是非常贵 比如说几百万几十万的那种 那可能呢你每天只能联系一个 或是一个礼拜一个等等的 但是呢如果你的产品呢 就比如说像几百块几千块这样子 但有可能呢就需要联系比较多的客户 每天呢要联系多少个新潜在客户呢 其实要看你的那个产业 但是我的重点就是呢 每天都要有行动 而且呢行动量一定要大 因为你看哦 你联系的十个潜在新客户呢 你觉得那十个都有可能会回你吗 还是在那个十个之中 有多少人会回你 以我的经验来看呢 你可能联系了十个人 那十个人呢都可能不会回你的讯息 所以呢当你联络到越多人 你寻找到你的客户的记忆就提高了 也就等于 第三点是如果真的都不行的话 嘿你可以在收入比较低的那个月份啊 去找一份工作或是打工来维持你的生活 我知道呢当你做一个自由业者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是一个crazy idea 我们根本就不会再想要稳定 然后或是收一个办公室或是时间困住 我知道很多自由业者呢他们享受到这个自由之后呢就跟自己发誓说 以后呢再也不要找平普通的工作了 所以呢可能呢你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但是其实呢钱没有分贵贱 钱呢不会歧视 为了生活养家赚钱而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呢 其实不羞耻 那些什么都不做让家人自己饿死的人呢才是羞耻的 每次讲到这一点呢我都会联想到哈利波特的作者 你知道JK Rowland他刚开始在写书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在写作这一方面赚到钱的 而且呢他还有自己的小孩要养 他是一个单亲妈妈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他也没有说为了要专注在自己的梦想 什么都不做就是专心在那边写作 他也不会这样子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养小孩的责任 所以呢他就接了好几份工作 一边工作呢一边经营自己的梦想 我知道呢刚开始当自由业者的时候呢 你可能收入很不稳定 或者说呢你收入根本就很少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可以接一份工作 然后一边做稳定的工作一边做自由业 当你的自由业的这个事业呢的收入越来越高之后呢 你可以再慢慢的辞掉这份稳定的工作 也是一个方法 就连我自己也不例外哦 这个YouTube频道呢在一开始呢 是没有赚什么钱的 我是利用我上班的薪资呢 去支持我这个side hustle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你可以思考看看 OK我今天这个影片到这边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问我的话 可以email给我 我的email呢会在这个影片下方 然后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每周二周四六日晚上九点台北时间呢 都会上传新的影片 然后记得按订阅我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影片啊 然后分享这个影片 帮我按个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